字幕raj 母带 剛做好的糖 經過一再的延展 竟從虎珂色澤 逐漸轉為銀白色 接觸到空氣就一直白 一次一次的 把空氣包在裡面 等一下做好的話 唐聰都是空心的 卓師傅這雙手摸唐已經30年 就在這一拉一甩之間 短短5分鐘 唐聰已經成行 進入收唐階段 之前我們是做胡適的 這個是我岳父在做的 我沒有 我差不多30幾歲 才跟他學的 他要叫我去學我還不要 我說我覺得做這個很辛苦 我不要 66歲的卓創慶 30多年前 被岳父叫去幫忙 沒想到這一幫 讓他也背不起 傳承古早記憶的使命 唐聰的原料很單純 就是砂糖跟水 糖得煮到夠熟 才會脆口不黏牙 因此到200度時 必須把握時間 倒進鍋裡隔水降溫 做這個要很小心 這個很燙 這個一燙到不得了耶 當液態糖漿變成鋪態糖膏 就能開始拉糖 神奇的過程 每一次都能吸引大票觀光客 微觀欣賞 糖聰的中心不滿中空孔洞 連切割都需要技術 這樣啦 小姐 我怎麼都碎了啊 對啊 你 這個就是你的功力 還沒有那麼好 你要不要拿一個起來嘗看看 很酥很脆 嗯 很好吃喔 對啊 很酥很脆 嗯 糖聰是早期老一輩 古早味淋嘴 近年卻快失傳 好在卓創慶的兩個兒子 都願意繼承副業 三十二歲的小兒子卓偉彤 更放棄了十年美髮事業 回家接班 就覺得好像就是 這樣子覺得很浪費啊 就之前學的東西啊 不會 因為我覺得畢竟都是 爸爸他們一手經營的行程 爸爸我阿公那一輩子 在做這個啊 嗯 然後我就覺得說 就是回來家裡面 接事業也算是很好啊 以前做美髮天輝回家 爸媽都睡了 現在天天溺在一起 父子感情更好 現在還在誰啦 我不會騙你五六年才在學啦 在老爸眼中 兒子永遠有進步空間 雖然做糖聰不輕鬆 但能延續快消失的 傳統滋味 家人同心 就是最棒的事業